所谓平等的关系就是什么呢 你愿意出卖我自己的劳动力 一个人工人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那么我资本就来把你买下来 然后进到工厂去干活 这种交易你说怎么能是不平等的呢 就像同工一样的 当时在英国的议会和法国议会 你都在辩论我们要不要用同工 当时一批人道主义者也是反对用同工的 所以在这个辩论当中 那么一批议员就说我们不能使用同工 因为同工不仅是违反人道的 而且你给了他低廉的工资 这个本身也是不平等的 所以我们看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 他也是不人道的 从这个等价的交换角度来讲 他也不是一个等价交换的 因为同工的工作时间很长 拿着的工资很低 但是资本家就说 包括代表资本利益的那些议会的议员 包括甚至一些资本家就说 怎么可能说我们不平等呢 他愿意就等于我们现在讲到的 市场的价格就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可能说 我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呢 那也不可能 所以假如说同工的每一小时 劳动时间 一个小时的劳动工资的价值 就是值一块钱 那么因此我用一块钱来购买它 这是符合市场价值的 怎么会是不公平呢 至于人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说资本家代表资方的利益的就说 这没有什么不公平 而且也没有什么不人道 如果假如我不给同工来进行干活 他们家庭就失去了一个经济的来源 那反倒是说我给他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 我给他家庭创造了一个财政的一个来源 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 没有什么不公平 没有什么不公平 所以说就在于自由的市场 这样的一个资本跟劳动之间的结合 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那么工人阶级的理论家 从他们劳动权的维度上来看 站在他们的立场来去看 认为这样一种结合是不公平的 这样一种结合是不公平 那么的确从某种意义来讲 历史的事实已经表明这是不公平的 我上午已经讲了这么多 那也就是说现状你看起来 交易的过程看起来是平等的 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不公平的 最后的结果是不公平 这就像我们今天常常讨论的问题 包括当代政治学经济学讨论问题 起点的公平未必是一个结果的公平 你究竟要起点的公平 还是要结果的公平 那也就是说在市场的交易过程当中 双方的这种交换 双方的这种结合 看起来是公平的 起点上没有什么不公平 没有人压迫一个劳动者 说一定要到哪个公司去上班 你可以在家上班 那这种结合没有是一个压迫性的那种 但是结果上来讲 它是不平等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辩论 是要起点的平等 还是要结果的平等 这也是困扰着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困扰我们当代社会的最大问题 就像法学里面讨论 你是要程序正义呢 还是要最后的实质性的正义呢 到底是一样子 你违背了程序 那你不能带来正义 但程序的正义 未必就一定带来实质性的正义 这就是一个悖论 那因此在这个劳动者 就是说劳资双方 你看他理解的差异性就不一样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结果的确是不公平的 结果的确不公平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资本家有能力来去购买劳动力 就是因为他们占有了大量的财产 他们拥有自己的财产 财产就转化成资本 他购买劳动力转化成资本 得到了巨额的利润 造成的结果不平等 那么这样你会发现 所谓以前通常我们人权学院里讲到的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就在这个里面就变成了什么呢 捍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就意味着财产都变成资本 对劳动的统治和控制 就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说财产的所有权 也就是资本的所有权 在这个里面就变成 凌驾于劳动权之上的 一种强大的压迫性的力量 那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公元节理论家就从劳动 就开始说了 说既然我劳动了 你为什么我得到的结果 会这么待遇 会这么低呢 会结果上不平等呢 那么因此 公元节理论家 就从劳动这个角度来去讨论了 既然是财产权嘛 那么我们说 劳动创造财产权 我劳动了 我为什么没有创造财产权呢 资本家说 我不仅是通过原来有的钱 拿去投资 变成了资本 而且我资本在这个 通过购买机器 通过购买其他的 而且我资本家也在那干活 也在那出力了 那么因此我也是正常的 那我也劳动了 那么工人阶级 那么也就是说 劳动 我们来对劳动的理解 工人阶级说 我劳动了 我什么都没得到 因什么你资本呢 资本呢 看起来你劳动了 你资本家劳动了 其实你是劳动了一点点 但你得到了这么多 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财产权的起源 财产权的来源 到底什么是财产权 那么洛克在政府论里面 已经明确地说了 是劳动创造财产权 那么工人阶级就用这个理论来说 我劳动呢 我怎么自明没创造财产权呢 那么洛克在政府论里面 怎么讲劳动创造财产权呢 它是前提条件是这样设定 他说在一个从大自然的 这个自然的状态当中 我们劳动创造了财产权 那么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呢 大自然提供给我们很多的果实 提供给我们的物品 但是呢 这个物品都是公共的 这物品都是公共的 当我们在这些公共的物品当中 加入了我们劳动之后 这个物品就变成我的了 举个例子 外面长着一棵苹果树 你把它栽在你的篮子里 那个苹果就变成你的了 所以说我加入了我的劳动 就是我采摘下来 这个就是我加入了劳动 因此这个苹果就变成我的了 那这个财产权就是我的财产权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 私有财产权的起源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加入了劳动 这个财产就是我的了 财产权是什么呢 排他的 你就不能再来拿了 就是说这个苹果进入我的篮子里了 对不起 你任何人都不能来拿我的篮子里的苹果 因为这是我的了 那么工人阶级就用这个来说了 那既然我劳动了 我创造出这么多的产品出来 我加入了劳动 那怎么会这些劳动产品 都不归我呢 那给的我很少呢 甚至给的我很少呢 那么因此 宪章运动的领袖 奥布莱恩他们等等 就用这个来去批评资本家 说我劳动了 因此我就必须得到 我们应得的那一份的份额 那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讲工人阶级也用了 资产阶级的语言 来去进行对资本家进行批判 那也就是说财产不可侵犯 既然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这个原则是资本的原则 那么我们劳动也创造财产权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这么多 这是意义 那么不管怎么样讲 整个的斗争的焦点 就是实际上是围绕着财产权 围绕着财产权 那么另外一个思想家普鲁东 法国的另外一个思想家普鲁东 说的更加激烈 他在一本书里叫做 什么是所有权 那也就是什么是财产权 这个书里面明确的说到 财产权就是资本家 通过跟劳动的结合 活活的把劳动者 所创造出来的那样一个财产 把它夺走了 那也就是说资本跟劳动之间的 结合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 因此劳动者 所创造出来的很多的财产 都被资本家所拿走了 那么因此普鲁东说 什么是所有权呢 什么是财产权呢 财产权就是盗窃 财产就是盗窃 所以这句话是非常尖锐的一个话 那么背后隐含的就在于 劳动者通过劳动所创造的财产权 被资本家拿走 这不就等于盗窃吗 等于一个人闯到我的家里边来 把我的钱财全部拿走 就像洛克所说的 我把那个苹果踩到我的篮子里 是我的财产权的时候 活活的被别人所拿走 这不就是等于是一种盗窃吗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些工人阶级理论家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工人阶级理论家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改变 这样一个以市场为纽带的 为中介的这样一个资本跟劳动的 一个结合关系呢 我们该怎么去改变它呢 那么工人阶级理论家说 没有什么办法 没有什么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革命 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 那也就是说 我们工人阶级 就是劳动者必须起来来进行革命 来改变这样资本跟劳动的 这样一种结合的 这样现有的这种关系 现有的关系 如果说现有的关系是资本为主导 我们说是资本为主导 那么我们现在必须建立起一个 新型的平等的劳资关系 要以劳动为主导 要导过来 所以像法国的一些工人阶级领袖们 他们就说 从前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政治革命 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 1640年的英国革命是一个政治革命 而我们现在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所以你可以看到又是提新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这个新的革命是什么呢 是什么革命呢 对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 从前进行的是政治革命 我们现在要进行社会革命 这个社会革命就是什么呢 要重新改变劳动跟资本之间的关系 重新改变资本跟劳动的关系 要把资本为主导的这样一种关系 把它颠倒过来 要以劳动为主导 要进行彻底的变化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教材里写了很多 工人运动开始 薄新 然后19世纪中期的宪章运动 然后法国的1830年的革命 1848年的革命 通过这样一个社会性的革命 然后来改变现有的劳资关系 来改变现有的劳资关系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新的革命 那也就是说政治革命已经过去 那已经是过去的革命了 那场革命是解放了资产阶级 那场政治革命不仅说是政治的专制主义被打倒 而更重要的是资产级获得的权利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要重新来一次社会革命 来让劳动者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 这就是社会革命的含义 所以你会看到1830年1848年 革命非常惨烈 包括187年 巴黎公社期 非常的惨烈 法国的工人阶级有一个革命的传统 只要一革命一上街一起 马上就是要在街道上出起街雷进行战斗 所谓的战斗就是用机枪大炮 没有大炮 最起码是机枪那种进行战斗 进行战斗 当然1871年的巴黎公社 本身就想用大炮 工人阶级跑到门马特高地去抢那个政府军的大炮 结果没有成功 结果没有 如果抢到的话 工人阶级武装有大炮的话 那肯定结果就不一样 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1848年革命 当法国的一个思想家托克瑞尔 在1848年革命之前 1848年革命之前 就已经说 工人阶级就要进行革命了 你们要注意 工人阶级要革命 我下面会讲 而且他1848年革命跑回家的时候 他家里边的这个用人 因为这个都是贵族家庭出身 都有用人的 上流社会 家里用人 家里用人的一个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说1848年革命 终于来了 这两个孩子兴高采烈 说我们终于革命了 然后说革命胜利之后 那个男孩 女孩子就说 我每天都有花衣服穿了 有好的衣服穿了 然后那个男孩子就说 说终于革命了 等革命成功了之后 说我每天都可以吃到烤鸡了 所以托克尔尔听到这样两个孩子的言论 两个孩子的言论 他是非常惊恐 他是非常惊恐 为什么惊恐 真的如果说革命成功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意味着资本跟劳动的关系 从此将改变 从此将改变 劳动者成为了主导 成为了主导 所以1871年的 48年革命失败之后 政府在镇压 然后1871年重新开始 再来革命 巴黎公社起因 但最后也遭到镇压失败了 但你知道在这场革命当中 工人阶级爆发的那种能量 也非常暴力 也非常暴力 或者叫做激进 所以法国的著名的宫殿 杜伊勒利宫 一把火被工人阶级烧掉 今天你要去巴黎参观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杜伊勒利宫 已经称为 现在的一片废墟 当然不叫废墟 现在已经称为一个公园 就是公园 旁边就是王宫 那个豪华的宫殿 那一块就是一个 被烧掉的一个公园 一个草地 草坪 一个人工湖在那地方 但你走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想象 当年的巴黎公社那些革命者 所谓的革命者 他们是多么的厉害 一把火就可以把它烧掉 所以政府要去镇压 这样的话怎么行呢 这样一种暴力的革命 要把资本推翻 等于劳动要创造 要占主导地位 所以不行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一种社会革命 1830 1848 1871 那么 历史在这个地方 正好拐了一个弯 以1871年作为分水岭 1871年之后工人阶级 大规模的欧洲的工人阶级斗争 再也没有了 你会看到很奇怪 1871年的巴黎公社 是无产阶级斗争的 或者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后绝唱 后面没有了 历史在这 做一个分水岭 转向 那么这个转向的原因非常复杂 这个转向的原因非常复杂 那也就是说 在欧洲已经开始转向 不再进行革命了 不再进行暴力的革命了 而这个革命的传统被谁接过去了呢 谁 俄国的十月革命 接过去了 然后 1917年的俄国革命 然后再从俄国 再被谁接过去了呢 对 1949年的中国革命 接过来 然后 1978 然后作为历史的分水岭 是197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对吧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意义就在于 1978年 把中国革命的传统再倒回去 就是把从巴黎共社的 就是说布朗基他们提倡的 这样社会革命的传统 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革命的传统 到1978年之后 把它重新 结束 也不叫重新结束 就是结束了 重新回到哪里呢 1978年以后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哪里 重新回到了资本跟劳动的 这样子 以资本为主导性的 这样一个社会体制当中去 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 从78年开始 改革开放了30年 就意味着是资本主义 重新成长的30年 资本主义再次进发 而且高歌行进 这就是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 都受到资本的奴役 现在 你们马上要去招聘了 就会看到资本怎么去奴役你们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 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如果从历史的发展阶段 角度来讲是这样子 是这样 不要以为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 给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中国的GDP已经第二了 就像我们今天讲 英国工业革命一样的 工业革命创造了 给英国给欧洲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 我们中国也一样的 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我们的财富分配 是极端的不合理 也就是说 我们创造了财富 但是我们财富的分配是不对的 是不合理 那也就是说 这就是资本跟劳动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来去理解 我们今天已经不去谈工人阶级问题 我们今天也不去谈劳动的问题 我们今天只去谈资本的问题 所以引进外资 对吧 你看外资都是引进外国资本 不是什么外国的钱 是外国的资本 这以前在1940年革命 被我们消灭的外国资本 就像我们以前看完一样讲 帝国主义又回来了 那个资本 不仅是帝国主义又回来了 是那个资本又回来了 是那个资本又回来了 那么同样 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政策 都是以资本为主导 都是以资本为主导 1978年 刚刚改开放的时候 还可以理解 那么到今天21世纪的时候 20世纪2000年以后 我们对资本的倾向 是越来越严重 对资本的主导性地位 是越来越严重 就像举一个例子 你们讲到的房价问题一样的 你们看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我们国家这样 说房价都控制不住 这完全就是 而且我们在自由的市场 说一切都是自由的 既然有人买 那我就可以卖这么高价格 那么一切都是自由的 房子哪里是一个 自由的市场的交易呢 房子是一个社会属性 它既是商品又是社会的 当然我们现在只谈 房子的商品的 这个市场的 这个商品属性 不谈它的社会属性 所以你去看 有钱的人 多少套房子在受伤 房子急剧地攀高 急剧地攀升 不是说控制不住 而是政府不愿意控制 那这里有些 我们现在还在一个自由的市场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脑子里整天想着 我们市场要自由 中国是受制于两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市场不自由 再一方面市场过度自由 一切都在自由的市场 其实是这样进行的 说我们不要干涉 我们干涉它什么呢 市场是要自由的 所以你看任志强这个观点 就是市场是自由的 你干涉它干嘛 你买不起房子 你回农村去嘛 你干嘛一定会生活在上海呢 或者生活在北京广州呢 没有这样的道理 没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唯市场论 唯市场论 因此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霍普斯在利维坛里所说的 一个野蛮资本主义 野蛮资本主义 就是说一夜之间 或者是半年之间 那个房价 我以房价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标志 不是说这个房别的就不能 他一夜之间 或者说半年之间 他可以上100%的利润 就是说他的价格可以涨100% 这是在人类历史上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 都不可以的 在欧洲也不可以这样 实际上就是在于我们的政策 一开始就没有设定好 一开始就没有设定好 这就是我们过度的对资本 算就是主导性地位 对他的一种偏好 或者是偏爱 那么要的 那也当然 从魔众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说资本为主导 它可以创造财富 但以资本为主导 它不可以分配财富 也就是公平的分配财富 这是事实 那也就是什么的意思呢 市场 自由的市场 不可能自动带来公正 这是一个结论 你们记住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带来公正 那也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社会 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政府的干预之上 这个话先写在这个地方 先写在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从七八年以来 我们就是对资本的过度的宠爱 所以对资本的 所有一切都没有限制 因此我在前面这个教材里面 我们看到资本是要安全 资本是要增值 而且资本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 它不仅跟劳动结成一种关系 更重要的资本有一种投机性 因为资本是要着力的 所以它的那种投机性也非常强烈 投机性也非常强烈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中国遇到的困境 我们现在在一起 我们批评一下 我们要去评论